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S邵康戰情室 這我們想要特別來賓 何孟華議員 早晚 楊寶貞發言人 唐昌龍先生 林玉芳委員 王宏偉委員 徐曉晴議員 好 這個 這個以阿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以巴 還在殺來殺去 那哈馬斯說 屠殺以色列的村莊 連小孩 我們這邊有講小孩的 這40個小孩其中有些都被斬首 你看裝這個屍袋裡面 也是慘不忍睹 所以為什麼要把小孩斬掉 就是要面門 整家都把你殺了 拜登說看過兒童斬首的照片 白宮也趕快進去 他沒有看過 他什麼時候看過 拜登也亂講話 他說我從政很久了 從來沒有想過會看到 而且確認恐怖分子 斬首孩童的照片 這嚴重了 因為這個東西只是他這樣講來講去 你看到 你看到在哪裡 白宮馬上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有看到 白宮發言人今天要替他善後 以色列現在組了一個戰時內閣 包括現在的總理 過去的國防部長 反正過去的參謀部長 反正這都是軍人為主 要主持一個戰時內閣 就要開始反擊 反攻 那國防部長說要將哈馬斯 從地球上抹除 不容易 因為哈馬斯跨城為零 他躲在民間等等 不過這給以色列一個理由 就是要把哈馬斯 反正要盡量把你們幹掉 所以他繼續去轟炸加薩走廊 而且要準備先轟炸 然後接著陸軍就要去打地面戰 然後我們看加薩市 多慘被炸的 真的是滿目瘡痢 炸到即使面目全非 所以將近34萬人流離失所 雙方都已經破千 有的說2000 死亡了 雙方 另外只有唯一的發電廠 也沒有原料了 所以半島電台的記者說 加薩正在崩潰邊緣 整個區域都崩潰 要崩潰 200多萬人 美國眾議員外委會主席說 埃及前三天就告訴以色列 誰要小心 大事發生了 以色列總理內塔亞胡說 亂講 沒這個事情 沒有人警告過我們 土耳其總統批美國 你把航母開來幹嘛 一個就是福特號 那是最先進的 美國核子動力的航空母艦 上面可以載70到90架 這個戰鬥機 那說一架還不夠 現在要再加開一架過來 所以讓土耳其裡面就很緊張 你搞個航空母艦來幹嘛 你這四地方要跑到地中海嗎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軍人扛著蓋著黑布的擔架 從廢墟中走出來 這又是哈馬斯入侵下的犧牲者 在這附牲中有一個災難 而復活的行動已經離開了 以軍來到剛收復的一座南部農村 卡法阿札 眼前看到的卻是宛如大屠殺般的景象 英國SKYNEWS記者說 現場有大量富爐 長者遇害 甚至連嬰兒都無法幸免 就算能在浩劫中幸存 這樣經歷生死交官的記憶 恐怕會讓以色列人永遠無法忘記 對於哈馬斯的暴行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下重話 要消滅每一位成員 以色列所定的目標 是有哈馬斯藏境人稱號的戴夫 現年58歲 在1987年加入哈馬斯 並創建了卡薩母履 專門挖地道和製造炸彈 他宛如九命怪貓 因為以色列曾試圖暗殺他七次 卻都失敗 不過他也犧牲了雙腿 手臂和單眼失明 以色列國防軍曾兩度試圖暗殺 哈馬斯軍事領導人 穆罕默德戴夫 不過他都逃脫了 外媒還報導 因為戴夫從不使用現代科技 所以行蹤不明 以色列想要消滅他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我去過以色列幾次 所以看到這個戰爭這樣在進行 其實我的感觸是很大的 我也遇到過這種 哈馬斯發射火箭彈攻擊以色列 那次我組了一個訪問團 因為我是中華民國以色列國聯誼會會長 有廖正錦委員 他們夫妻都有加入 我們第二天 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整個機場是空蕩蕩的 歐洲航空公司全部取消 因為他有打了三發火箭彈 去攻擊這個台拉爾夫機場 所以美國的飛機那陣子也沒有飛 整個是空蕩蕩蕩的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原來外交部也希望我們不要去 可是我們去了以色列其實 還是滿感動的這樣 第二天我們要去參加一個智庫的會議 坐下來才幾分鐘就響警報 然後我們就躲到旁邊的一個地下室去 然後他就看到他的鐵窮 就去攔截哈馬斯的佛箭彈 攔截到聲音才真的是嚇人 好大聲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想起 在進門當兵的時候 單打雙艇還有炮彈 我看起來比那個炮彈還可怕 然後我其中還有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佛箭彈攻擊 他們安排我一個朋友 我朋友是一個大學教授 也是國防部長的一個顧問 他安排我去看比金的墓 在一個高地上 我們車子往上走 走到一半而已 就看到一輛車很急急忙忙 從上面下來 然後就這個裡面就跳出一個 告訴我們說 你們不要上去 是很危險的 他說你看我們這個 我就看那個車窗 那個窗子就是前窗 那個膠車 那個玻璃像蜘蛛網一樣 就是被砸了 後來我就問了以色列朋友 他們就告訴我 這阿拉伯的小孩 就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境內的 所謂的阿拉伯人 他們很多都是拿以色列公民證 沾了百分之21.1 將近200萬人 這不少了 他們小孩下課的時候 就撿那個石頭 他們告訴他石頭特別硬 放在書包裡面 他們就看車牌 因為以色列為了方便管理 猶太人的車牌 跟你阿拉伯人車牌就不一樣 外國人也不一樣 所以他看這個不是 阿拉伯人車牌 他就砸 那這個是很危險 所以如果看得出那個 從小孩的身上就對猶太人 對以色列政府的這種仇恨 所以這樣的一個仇恨 是不容易解決的 然後您剛剛講的 他們現在日夜在炸加薩走廊 我論不是 目標他是想要摧毀 哈馬斯的陣地 然後接著他們就要進到裡面 去做一個徹底的清除 因為這個拿湯亞夫講了 他說Every哈馬斯 member is a dead man 每一個哈馬斯的成員都是死人 我就讓他們死就對了 但我想了一下 以色列圍困加薩走廊 包括埃及整個都圍住了 連海岸線都圍住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東西 可以偷渡進去 而且有的是他們的生產 那就完全地下煙體 加薩走廊365平方公里 金門大概150平方公里 所以現在加薩走廊 是金門大概兩倍半 823炮戰的時候 金門一共挨了40天的炸彈 47萬發 平均每一平方公里是3100發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嗎 官方的公布是600多人 據說其實死亡人數 大概1000人左右 大概受傷的是兩三千人是有 我要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金門兩倍半才有 是他的比加薩走廊小這麼多 然後埃了47萬發炮彈 死了大概都地面上的這些民眾 還有被第一波偷襲的時候 包括兩位副司令官 但是地下煙體的軍人 基本上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 那這些蛤蟆可以在自己造武器 拿偷游一些武器進來表示什麼 他那個地下幾乎都是空的 他地下一定能藏在底下 地下的攻勢 甚至都已經延伸超越了邊境出去了 越南怎麼打贏 其實就是地下攻勢 你美軍怎麼瘋炸 只要B52美軍瘋炸 他們還可以生存 這個地道挖得又廣又深 所以你現在把地面建築物摧毀這麼多 你敢不敢進去 我認為他們不見得敢進去 而且現在死的人數快速增加 社會上的壓力也快速來 你知道從7號風炸的 從戰爭爆發那天到10號 英國返游的事件 這89件 比去年的同一個時間增加了300多倍 在美國哈佛大學出來 學生出來抗議 三十幾個學生 我的母校維吉尼亞大學出來抗議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生出來抗議 這個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你去看 這當然如果要講長一點 我認為川普跟拜登 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以前的柯林頓也好 奧巴馬也好 他們基本站在一個 比較重力的地位 拿上亞烏在被 上一次前一任的時候 他就去把首都 從台大維夫把他移到 亞烏沙龍去 歐巴馬他們不接受的 可是川普來了就接受 然後你看拜登來的時候 他對那種以色列人的支持 我隨便講一下 他的內閣的這些成員 先講國務院好了 國務卿猶太人 副國務卿Sherman猶太人 發言的Price是猶太人 駐丹麥的大使 駐比利斯的大使 駐德國的大使 駐加拿大大使 駐日本的大使 駐新加坡的大使 駐印度的大使 駐阿根廷的大使 全部都是猶太人 所以你就知道說 猶太人今天為什麼 尤此無恐 在拜登政府這個時候 其實川普的時候就這樣子 因為他們覺得 美國全力幫忙他 我是覺得是非常可惜 拿塘亞夫是真的改變 以色列歷史的人 本來有一個人叫做拉賓 這個人是提出了 阿拉法特他們的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他們在所謂的 奧斯路協議裡面 達成了互相承認為 談判了對方 然後慢慢就要走向進程 互相承認等等 你知道當時後來 就誰出來反對 就是有一個叫做 就現在納唐亞夫的政黨 立庫這個政黨出來 帶頭上街反對 反對到鼓動了這整個的情緒 最後一個極端分子出來 就把拉賓給殺死了 整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關係 就此就壞 然後這個時候 像這個比較極端的組織哈馬斯 他們就應運而起 所以以色列 如果你被人家破壞過這麼嚴重 其實這個時候 你其實也是想想 加上走那些夠可憐 整個被封鎖住了 然後生活那樣的辛苦 你先來給他斷電 斷水 斷糧 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會改變全世界很多人 對以色列的看法 接下來